今天既然咱俩这衣服这么配 你跟我拍几张呗 可以啊 摆个姿势啥的 可以 好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无锡 你完全是属于醉了的状态 喝了多少 我看你短片里面 我就觉得你比我们女人还精致 真的 你真的比我还要精致 而且那衣服啊 而且你工资大部分 都花在那个衣服上对吧 那拿什么给我买呀 也不是说全花在衣服上 也会留一半 还有我特别喜欢自拍 而且我男朋友一定要就是 就是在我想拍的时候 立马就是说第一个冲出来给我拍 你是天天让我给你拍 我得多烦呢 不用你给我拍 我自己会拍 但是你不是说了那全身半身 别人给你拍吗 可以把神器放在地上给自己拍 我觉得你这种范跟徐蕾特别搭 他嗲嗲嗲 我就是想找一个男朋友跟我一块拍 所以得找个帅的 不是 那要是边上那个特别丑 你拍出来像什么样 男嘉宾跟我一块拍就特别的合适 主要是他喜欢拉别人拍 你俩演示一下 人家演示完了自拍 就是你们两个要是拍对 那个徐蕾来 我看看你平常自拍都什么样子 假装一下 假装一下好 开始 就是就你这种笑怎么笑得出来呢 关键是不是 我跟你说 自拍的最高境界就是若无旁人 对 若无人 旁若无人是吧 不是 你旁边站到我跟沈思雨 你怎么能觉得没人呢 怎么好意思呢 来 强谈谈看看你 就这样啊 我很稳静的 就是我来不了那样 其实你现在越来越多的 可以在公共空间里头 看到很多女孩子在那玩自拍 真的是旁若无人 对 吃饭的时候 吃饭之前 吃饭之后 吃饭之中 你看 真的是当所有人都不在 完全进入到自己人生的那种状态当中 就像你们俩那个自嗨的状态 男嘉宾你是不是经常就是点了很多很多吃的 然后就首先拿照样子去照一遍 那倒不值一遍 我会吃完后再照 那拍出来的都是什么呀 我拍我自己不拍吃 好吧 来吧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拷问这个环节 了解一下男嘉宾 为什么今天走上这样的舞台 他对他情感有什么样的要求 来 各位 打拷问 从开始你之前谈过几段恋爱 我之前谈过两次恋爱 为什么而分手 就是因为缺乏信任而分手 因为我这个人是把信任看成第一位的 能具体讲讲吗 第一段感情就是我身边的女性朋友比较多 然后有一次出去吃饭 完了之后他问我在哪 我就说跟朋友吃饭 他问我男朋友女朋友 我说女朋友是特别纯洁的关系 他没有相信我 然后就分手 我可以理解为 我可以理解为你的一性缘很好 是吗 对 可以这么认 可以这么认 我的男性朋友 跟女性朋友相比较的话 比例是三比七 你身边 你身边这么多女性朋友 为什么没有从中发展一个 因为从认识的那一瞬间开始 就是以好哥们好闺蜜的形式认识的 然后也没有去往那方面发展 没有想过 如果你的女友和闺蜜同时约你 你会选择去哪边 我会先打电话问清楚 各自都是什么原因找我 然后我前日子里会先去闺蜜那边吧 因为比较重视朋友 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如果非要标签的话 我觉得我是一个暖男型 或者是像失恋三十三天里的那种 我还要见那种类型的男生 拷问完毕 身边女性朋友是七成 男性朋友是三成 那我忍受不了 抱歉 所以给你们也等了 其实我也是男闺蜜特别多 这点我倒是不介意 我介意的是你说 那个女朋友和闺蜜同时有事 你还要就是衡量 哪个事情比较重要 觉得你对女朋友的地位放得太低了 也不是 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就是前日子里吧 我就一直认为 友情比爱情会重要 就好比说是有 我失恋了 每次都是我朋友陪着我 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吧 我真的挺舍不得灭灯的 你怎么这样呢 我也不想 为什么 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是一挺大肚的姑娘 但是你刚才说 你的闺蜜那么多 我觉得你是一个闺蜜型的男友 所以我觉得在你的世界里 如果我是你女朋友的话 我还应该是蛮小气的 因为我会吃醋呀 你为什么吃醋啊 可以说说吗 因为我觉得男女生之间 可能会有权友谊 但不会像你出现频率那么高啊 那我想请问你 这比你身边的男性朋友多吗 多啊 但是我们没有发展成 闺蜜那么好的程度啊 那如果你的另一半 会要求你把你微信里的 或者是通讯录里的男性朋友 都删了你会吗 不会啊 但是我刚才讲说 我不会要求我和我的男生朋友 到闺蜜的那种程度 你明白吗 可能会有那么一两个 但不会像你那么多 好 明白了 可不可以理解 你是一个不是重色亲友的 是一个重有亲色的人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吧 你不说就是说那个 女朋友跟闺蜜 两个人一起 因为你会先去赴那个闺蜜吗 那我也可以带着我的女朋友 去跟我闺蜜一起 我挺喜欢带着我的女朋友 去介绍给我身边所有的朋友认识 无论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 谢谢